民间乡浦中村有多条产业道路年久失修 在经浦中村长以及民间乡民代表会陈勤后 县长林明珍也前往民间乡浦中村来实地会刊 判禁处发包施工 维护民众行车安全 保重村去过客航 通往这条框框框 这条三级桃楼 这框框框的路面已经都开起了 就好像都走起来 另外还有一条我们保重村头四搜线 这个支线的产业道路也是很需要做 另外还有一条就是保重村过客航 这个四条三级桃 也已经都顺海情严重了 加起来 今天我们保重村建设到差不多四十几万 所以这三条桃楼 我们的资金设计来发包 浦中村长陈建筑 以及民间乡民代表会主席陈国仁表示 此次相当感谢林协长的用心 前来会刊 并允若将浦中村三条产业道路来一并改善 这个岛42山、地山啊 真重要的是通往、阶梁、卡姆、卡串、川对川的另外的道路 这一二十年来 扛一扛去一直都无处理 这边我给管理关闻 管理关闻今天特别来回头 我們說實際上路面也順暢得很嚴重 也花三百幾萬元來處理 感謝館長 非常感謝縣長團隊 帶領今天來回覽這三個工程 總數三百六十萬 當然非常聽到地方民間鄉 代表會是民間鄉公所 來感謝館長 縣議員余秀寅指出 浦中村有許多產業道路年久失修 甚至例情剝落 造成民眾在行駛時 經常跌倒摔傷 此次也感謝林縣長 對於地方交通安全的重視 前來會堪邊緣若改善 在我們民間鄉保中村 有很多山蝶道路 路面已經很久就沒修理了 所以說一些礁堂都撲到起來 不是說影響到我們 農民在運輸方面的安全性 也造成到很多 我們民眾騎乘車 在運輸方面發生意外不方便 所以說這回也感謝林館長的用心 他來這裡會堪 並且他答應說 我們將我們保中村 三條山蝶道路做一次來緩修 所以說這個改善感謝林館長的用心 此次林縣長會堪浦中村 三條產業道路後 並表示經費高達三百多萬 將會請相關單位來發包施工 金屬改善 記者中文具民間採訪報導 現在當然是非常有意義的 中文具民間採訪報導 中文具民間採訪報導 小文具民間採訪報導 中文具民間採訪報導 感谢观看